中共正在采取更直接的方式 企图缓和与西方企业巨头的关系 苦劝国际社会不要跟中共经济脱钩 周二李克强出席与美国工商界领袖视频对话会时 再次强调脱钩对中美都没有好处 有专家指和上次杨洁篪在阿拉斯加的唱黑脸相比 李克强这次是唱白脸 而一天之内从中共总理李克强到中共发改委 到中共驻加拿大大使都递出橄榄枝 放软身段来拉拢美国金主 日本政府决定两年后将福岛第一核电站 积存的核废水稀释后排入大海 引起中韩激烈反对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怒呛 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后 据港媒披露中国现存的49座核电机组 同样有将核废水排入大海 其中最接近香港的大雅湾核电站 川的排放上限甚至比日本福岛的排放标准高出10倍 中共向匈牙利提供巨额贷款 将在布达佩斯兴建上海复旦大学分校 这一计划招来当地反对派人士的激烈批评 称可能使匈牙利掉入债务陷阱 还会给中共带来政治经济利益 有分析认为中共正采取与俄罗斯相似的一些策略 在东欧地区以及欧盟和北约成员国中扩展影响力 中共对外输出疫苗外交 但上周中共官员罕见公开承认 中国疫苗保护效果并不理想 英国雷丁大学病毒学家琼斯教授指出 数据显示中国疫苗不足以阻止病毒传播 因为所含的病毒蛋白与保护作用无关 而且产生的抗体实际上未能帮助抵抗真正的中共肺炎病毒 新唐人雅哈电视这里报道